大家小伙好啊 最近几个月 苹果公司有关在iPhone设备上绕过iAP的问题 再次向腾讯与字节发出了警告 要求其对主要产品 特别是微信抖音 里面的小程序 小游戏充值的漏洞 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以遵循苹果支付的要求 及所有苹果商店中的APP 凡是涉及到订阅 打赏 充值 或者其他数字商品的购买 都需要付给苹果30%的佣金分层 苹果警告 如果不做出改变 将会停止微信在APP Store的更新 如果长期不更新 应用将最终被下架 然而 最近有文章称 苹果和微信二选一 其实是谣言 苹果是谁 微信是谁 火星装地球啊 这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同时 也有分析师指出 据传苹果内部高层对此次微信事件 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计划要将微信问题塑造成为典型案例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公司 挑战苹果生态强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苹果是火费半掉微信 其实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了 是的 作为吃瓜群众的一员 这事情真的是谣言吗 其实啊 我们只要知道 这种大公司之间的摩擦和碰撞 如果已经被我们民众所广泛讨论了 这说明啊 他们之间的谈判 已经经过了无数无数人的讨论了 事实上 腾讯与苹果之间就苹果税的谈判 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了 先是在2017年6月份 苹果就针对微信的打赏功能 要求抽成30% 随即腾讯强势回应 认为打赏是读者与创作者之间的自愿行为 所以明确拒绝了苹果的要求 甚至还立刻关闭了微信的打赏功能 直到2018年 受到创作者和舆论的压力 最终是苹果做出了妥协 微信的打赏功能才得以恢复 在2021年到2023年期间 苹果就针对原神王者荣耀 斯大云游戏平台的类购问题 与腾讯进行了多次交涉 戳存比例也在不断调整 时间来到2024年 此次微信的小程序事件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目前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谈判节奏 双方的矛盾点正在集中爆发 已经到了兵容相见的关键时刻 此时此刻 苹果即将发布全新的iPhone 而腾讯与华为鸿蒙的谈判 也正在密切的进行 是重新回到谈判桌 还是彻底的宣桌子 苹果与腾讯的底牌和筹码 又在哪里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苹果方面的立场 我想要借用乔布斯与别盖茨 在2007年的一段对话 当时乔布斯就提出了 表面上看 苹果是一家硬件公司 其实本质上 苹果一直都是一家软件公司 在当时 苹果几乎有接近93%的收入 来自于硬件销售 而如今 乔布斯去世多年 这句话却正在被逐步应验 我们行业内 有一句俗话 卖硬件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它让你可以活下去 卖服务与渠道 是一件可以持续的事情 它让你收获果实 而卖阳光与标准 则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它让你得以永续 是的 为什么苹果如此看重 苹果税的收取呢 为什么这次苹果 死活都不愿意妥协呢 不是我为言首听 不得不说 苹果税自于苹果 目前确实已经到了 关乎苹果公司 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根据苹果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财报 苹果Q3总营收为 857亿美元 净利润为214亿美元 表现微幅上涨 但较上一季度 则环比下滑 其中 最主要的硬件收入 iPhone销售 同比环比均出现了下滑 同时 苹果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 大幅低于预期 同比下降了多达6.5% 来到了147亿美元 收入占比从最高峰的23% 下滑至了17% 而放眼全球 苹果的服务业收入 则继续稳步提升 预计到2025年 将突破1000亿美元 占比将超过 苹果总收入的25% 根据Sense Tower的统计 目前苹果的服务收入 特别是苹果税的收入 在2023年 全球大概约为223亿美元 则和人民币约为108亿元 其中光中国大陆地区 就贡献了接近400亿人民币 已经是苹果税最大的贡献国了 那么通过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呢 简单总结起来就是 事实上 目前苹果智能手机和传统的智能硬件产品 确实苹果遇到一定的发展瓶颈了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 随着荣耀 华为 小米 OPPO Vivo 不管是在产品功能 还是在创新力度上 已经开始对苹果 造成了足够有力度的威胁了 同时 随着微信port的失利 苹果汽车项目的取消 苹果智能家居 与智能医疗项目的停滞 可以说 苹果服务业的收入 特别是苹果税的抽成 已经成为了苹果公司 能否维持住整体高盲利率 最为重教的抓手 依靠了 而未来 随着端侧AI的发展 苹果对于 Apple Intelligence的战略倾斜 可以预计 未来的算力水费 如何收取 AI佣金的抽成 能否持续为苹果带来繁荣 而此次与微信的谈判 样本效应 锚定效应 将会至关重要 近段时间 已经有不少开发者 在苹果社区反应 但凡涉及到 需要输入Cloud 或者OpenAI Key的应用 都已经被苹果要求 下架整改了 同理 很多朋友也提到 苹果对于数字内容的 开发者协议 该协议 我也认真看了 我个人的看法 朋友们 其实不用太纠结于 这些条文细节 所谓协议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 最终的解释权 完全在苹果手中 比如说 Epic Gaming在四年前 与苹果的四季大战 经过这四年来的斗争 最终还是以 Epic的败数而告终 Epic的CEO Tim Sweeney 只留下了一句话 成功也是违法的 他认为 苹果税 是当今社会 把成本转移到 消费者身上 一种合法的 残暴的掠夺方式 这里有网友也提到了 安卓系统 不是也收取 安卓税吗 事实上真实情况 安卓的抽层 基本上主要还是 集中在游戏方面 同时也允许游戏厂商 在第三方市场进行下载 不像苹果的封闭系统 只要是在内购的 都必须抽点 包括索尼的PS5 微软的Xbox Steam也一样 游戏渠道的抽层 它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就像影院一样 游戏的发行 其实平台方 普遍还要承担部分 宣发运营 服务器和硬件本身 亏损了一些隐性的成本 本身上和苹果税 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 而税率方面 我个人觉得苹果 对于中国开发者 也是相对不太厚道的 不仅30%的标准税率 15%的小企业税率 已经是全球定价的最高档了 同时还不允许用户 在APP以外进行交易 反观欧盟 韩国 包括日本 通过欧洲输入市场法案 日本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案 本一系列的强制措施 包括日本 韩国 欧盟 已经迫使了 苹果下调了当地的税率 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抗争 在企业层面 其实也是天下苦情久矣 马斯克就曾经硬钢过苹果 甚至还威胁说 如果苹果下架了X 它就自己做一款 内嵌易用的推特手机 包括深破天 谷歌等等 与苹果的抗争历史 就不必多说了 总结起来就是 一方面 苹果税 对于如今创新乏力的苹果来说 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 如果苹果给腾讯 开了这个小口子 我相信全球的开发者们 一夜间 各大厂商的小程序 都会纷纷上架 这对于苹果目前的 整个课税体系 一定会造成 系统性的一个打击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那么微信方面 为什么也不太可能 做出妥协呢 首先 我们要知道 目前微信的体量有多大 截止到2024年的6月份 目前微信的月活用户 已经来到了13.7亿 已经是中国最大的 基础性的软件了 其中微信草程序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700万 广泛涉及到了娱乐 交通 正体服务 生活缴汇 等人们的方方面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微信上的小游戏 我老婆最近迷上了一款 叫做抓大鹅的游戏 天天是抓得不亦乐乎 根据数据统计 目前在微信小游戏的 月活用户 就已经突破了5亿 开发者的数量 更是超过了40万人 而其中 有接近8成以上的 小程序开发者 都是30人以下的小型团队 而目前有多达240款微信小游戏 季度的流水已经超过了千万 总流水大概在百亿的级别 简单来说 以微信目前的体量 如果按照苹果公司的要求 支付足额的佣金 对于微信来说 将会是一笔天文数字 进一步说 除了金钱以外方面 如果这次微信向苹果妥协 其实还会造成 两个更加深层次的一个影响 首先第一个影响 我们要意识到 微信自于腾讯 其实就如iPhone自于苹果一样 作为腾讯最为核心的产品 如果只是因为苹果的要求 就选择妥协 这不仅会对腾讯的造成 商业利益的损失 还会极大打击到 整个市场上 腾讯整个公司的产品的地位 和品牌影响力 会被视为对硬件厂商 示弱和服从的表现 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 腾讯与鸿蒙的谈判 影响到腾讯与安卓 微软等其他平台方的 一个竞争优势 第二个影响 微信作为一款全民性的应用 腾讯的野心 其实远不止于 作为一款通信软件而存在 而是希望通过微信 建立一套属于他自己的 用户习惯与生态系统 而如果腾讯为了留住 苹果的用户而选择妥协 那么对于微信试图打造的 生态优势 也将会是毁灭性的 这不仅在用户体验上 整个支付流程会变得更加复杂 小程序上造成额外的费用 最终还会被转移到 消费者身上 同时小程序的开发者们 其利润空间也会极大的被压缩 严重影响目前整个 微信生态后续的一个 可持续的发展性 是啊 我说了这么多 朋友们肯定会抱怨 你分析这么多有意义吗 目前看来 苹果与腾讯 几乎 双方都不太可能让步 那么你直接说说 目前谁更占优势呢 这里 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很明显 目前腾讯的优势 肯定是更大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 商业上的 可替代性的问题 在大陆市场 起码在大陆市场 目前 你可以很容易的 买到其他品牌的手机 但是你不太有可能 突然冒出一个 能够替代微信的产品 比如说苹果了 阿里 华为做不到 连联通 移动 也都做不到 而海外市场呢 微却的本来 就存在感不强 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反观苹果 为了几百亿的利润 得罪十几亿的用户 几乎不太可能 如果按照现在的态势发展 我们大胆预测一下 大概有85%的概率 苹果会妥协 苹果会给微信 较大幅度的一个税率的减扣 有大概10%的概率 双方可能会谈崩 用户将会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而最多只有5%的概率 腾讯会去接受 30%的标准税率 这里我有什么建议呢 我这里要简单快速的谈三点 第一点 其实啊 我们还是需要在法律层面 出台一些架构性的限制 虽然我们承认 硬件厂商 系统厂商 收取一定的抽拥 是有它商业上的合理性的 但是呢 还是要强调 我们不能把平台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 流量的关税的一个机制 还是需要给予市场足够的竞争活力 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参考欧盟的输出法案 限制各大平台的最高的抽拥比例 30%明显是太高了 同时呢 我们还要在法律层面 强制智能硬件厂商 开放第三方的应用市场 在应用渠道之外 让用户有更加便宜的订阅服务选择 以防止整个封闭的生态 过度的对用户进行掠夺 第二点 我个人认为 系统平台 整个智能硬件 手机与开发者与用户 是一种阳光与雨水的关系 阳光滋养万物 而雨水发根生涯 整个收税太狠了 很明显 这是不利于整个生态发展的 一个平衡的税率 一个公平的税率 合理的税率 我觉得苹果公司应该认真考虑 既用一句广告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对吗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一点 我还是认为 哪怕只有10%的概率 腾讯和苹果 谈崩 我倒是觉得 谈崩不见的是坏事 这个事件太太具有典型性了 火星装地球 收益的最终还会是消费者 这不只是苹果与腾讯的关系 包括平台与创作者的关系 系统与开发者的关系 都是指动门去思考 去应对 去面对的 最后 我这里还是简单做一个调查 在此次腾讯与苹果税率的事件中 如果万一最终谈崩了 你会去选择放弃微信 继续使用iPhone呢 还是会考虑购买其他品牌的手机呢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我会做一个调查 大家来选择一下 那么今天视频就这里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